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5-6.2港元 每手股数500股 一手入场费为3131港元 集值规模约3.66亿港元 如成功上市 市值大约在88.4亿港元 公司简介方面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水果零售经营商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的资料 按2021年水果零售额计 公司是中国第一大水果零售商 占中国总市场份额1% 而五大参与者合计占总市场份额3.6% 同时 公司亦在中国所有水果专营零售经营商中位列第一 公司拥有中国水果行业最大的分销网络 公司业务方面 公司参与种植以确保生产高质量的水果 实施全产业链专业化 标准化品质管理 为消费者提供好吃不贵的水果 并实现了高周转 低损耗 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消费者的首选品牌 并且是中国水果行业中少有的兼具知名产品品牌和渠道品牌的企业之一 公司主要销售水果 同时亦销售果干 果汁等果制品 公司已将产品供应范围扩展至其他大生鲜 并于2020年推出熊猫大鲜业务 目前 公司提供的其他大生鲜包括 蔬菜 鲜肉及海鲜产品 粮油 乳制品及其他 另外 公司主要通过由公司管理的加盟门店 委托管理的加盟门店及自营零售门店 组成的线下门店网络向消费者销售水果 公司亦通过公司的线上渠道 例如主流电商平台等 或通过与公司合作的第三方外卖平台进行分销 公司亦向若干有餐饮需求的主要客户 例如企业 餐厅及高铁公司等进行直接销售 此外 公司也从事小规模的水果批发业务 销售网络方面 公司建成一个全国性的贴近社区 线上线下一体化及电商一体化的水果专营零售网络 既以门店为中心的零售商业模式 门店既可作为线下购买的零售门店 也可作为线上购买和配送服务的仓库 市场机遇方面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和餐饮消费升级 消费者对水果的需求日益增加 加上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和冷链仓储物流技术的升级 有助于提高配送效率 降低损耗率 使消费者可以及时享受到高品质水果 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使得水果零售商业模式 出于多样化 提供更便利的购物体验和更多的选择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的资料 按零售额级 中国水果零售市场的规模 已由2016年的人民币8273亿元 增加至2021年的人民币12290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8.2% 另外 中国人均水果消费量由2016年的43.9千克 增加至2021年的52.7千克 复合年增长率为3.7% 与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人均水果消费量约为中国的2.1倍 而与中国饮食结构较相近的日本 其人均水果消费量则约为中国的1.4倍 代表中国的人均水果消费量仍有上升空间 综合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 公司2022年上半年收入为59.1亿元 同比上升7.04% 销售成本为52.4亿元 同比上升6.5% 毛利为6.8亿元 同比上升12.6% 毛利率为11.5% 期内利润为1.9亿元 同比上升46.2% 公司收入和毛利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门店数量净增加 导致通过加盟门店销售的产品销售额增加所致 按业务线划分的收入名积方面 公司2022年上半年新鲜水果的收入为54.5亿元 占总收入95.1% 甘果收入为1.3亿元 占总收入2.2% 其他大升线收入为1.5亿元 占总收入2.7% 在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约45% 将用于改善及加强公司的运营及供链体系 主要通过加强研发能力 培育自由品牌产品 系统性优化加工 分配物流及仓储系统以及会员管理 约25% 将用于升级和改进公司的核心信息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 约25% 将用于偿还未来部分或全部有息银行借款 约5% 将用作公司的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约2411百果园四颗星评价 公司为中国最大的水果零售经营商 占中国总市场份额1%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上升 以及市民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 对新鲜和优质的水果需求将越来越大 长远利好公司发展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约2411百果园四颗星评价 近日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到 中国需要加大并扶持内需 防疫政策放宽 将利好公司在内等拥有内需概要的股份 有利工资短期表现 总括而言 我们建议的认购策略为马展认购 本人是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成熟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要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